在实验中我们经常会需要调整通道的偶核 那这边要值得注意的是偶核不是只有通道才有 在触发里面的选单也有偶核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MODE COUPLING COPLING这个地方 这就是触发模式还有偶核功能表 要注意的是这边的触发偶核我们并不去使用 所以在调整偶核的时候 千万不要错误的设定到这个位置 在实验中要用的偶核是在哪边 请各位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发亮的1 这个是针对通道1的垂直控制 下压之后 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到通道1菜单 这边就有一个偶核 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波形 是有一个平均值大于0的 那怎么看呢 你可以发现到通道1的0位准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1 我们再稍微把镜头拉近一点 这边有一个1接地的符号 这表示的是通道1的接地位置 那现在这一个波形在画面上 我们应该可以猜出来 它的平均值就落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波峰跟波谷之间 那它是一个大于0的状况 通道的偶核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将你的波形平均值 强制设为0 我们透过一个自动量测的功能来把这些值标定出来 那提到自动量测在画面的右侧这边 有一个measure的区块 这边有一个cursor 这边有一个meas 下压之后出现量测功能表 依序这边是source 也就是量测的对象 还有类型 你要量测的参数 设定完之后这边可以做新增 画面的右下角这边 已经出现了量测的两个资讯 一个是频率 一个是封对封值 那我们试着新增看看 如何把这个波形的平均值叫出来 那在类型这边下压 只要有出现黄色的圈圈 我们就可以用万用旋钮来做选择 选择之后下压就是输入 那在平均值这边 因为我们这个是周期讯号 所以在平均这边我可以选择n周期 那现在可以读得出来 它的平均值大约是4.849伏特 那举例来说 假设今天在新增量测的时候 设定错了 按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量测值 那在清除量测这边 选进去 这边就有分别针对这4个标签的一个清除选项 那刚刚高值 这个是我们不要的 在这边下压 你就可以把它清除掉 那假设是4个都不要 就按清除全部 回到通道偶合 通道偶合刚提到是在通道1的 按钮里面按下去 在偶合我们可以配合着看 平均值现在是4.849 当我们把偶合切到交流偶合的时候 黄色圈圈出现可以用 万用旋钮 你也可以循环切换 那像现在有两个标识我就可以做切换 那切换之后我们会发现到 确实那个平均值从刚刚的位置往下掉但是好像不是零 那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在量测上我们可能会得到 一些误差 所以他这边 并没有办法完整的让他落在零的位置 那这个平均值我们可以试着调整时间 如果波形式可以呈现出周期讯号的话 那这个平均值他举值就可以取得出来 但是假设 目前这个状况 周期太短了 或是说这个时间太短了 那在这个平均值方面他会显示无边缘 那在频率这边他也会显示无边缘 这就表示 函数产生器 深层的讯号 试波器他现在没办法 读出来 所以在 时间轴方面 设定的时候请务必要适当的调整 至少 呈现 一个周期才有办法让自动量测 针对 画面上同时具有两个波形的时候 我们的量测 就要特别注意 回到这个Meture的按钮这边 按下去之后 现在的Source 已经可以是两个通道之一 那今天如果你要量测的对象是2 在这边你就 务必要将你的Source选成2 选择完成之后 这边也是类似的 你可以选择 你要测量的参数 举例来讲 希望测量通道2的峰对峰值 下压之后这边可以新增 那假设我还要再测量 其他的 东西 那我可以下压 那你会发现这四个标签 他会 慢慢的 更新 也就是越上面的就会被 剔除掉 那在这个使用上 请大家就是要灵活运用 我们前面的不同的攻击 也就是这样子 图表 其他地方 证明